明天一期 大家早安 我现在在用那个 我的美人日记 的蝸牛保湿 修护黑面膜 这个呢是我之前 在回台湾 买回来的 带回来的 然后我以前在台湾 就很喜欢他们家的面膜 这个不是置入 是我自己 自己的真的感受 真的用的想法 然后自己花钱买的 然后我就很喜欢他们的保湿面膜 然后之前上飞机的时候啊 吃完早餐 就是第一餐 我就会开面膜室 起来用 anyways 今天放假 然后呢 待会11点的时候 我要带Goku跟Yoshi 去他们的门诊 就是一年的回诊 那我先敷面膜 我们晚点聊 我们现在在VET这里了 然后他们因为是两只一起看 所以他们先带Yoshi进去 然后这一家医院刚刚呢 就是有跟我大概讲一下价钱 就是预估以下价钱 就是如果说 我有要做一些 让他们做更多一点检查的话 我听到Yoshi在尖叫了 因为Yoshi有一只耳朵 就是他有一只耳朵这样drop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 然后请他们帮 就是帮他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里面感染啊 还是发炎的问题 不过我个人就是没有看到任何什么 膿啊或是分泌物啊的问题 然后他有时候会抓 但是他就是一直在抓 他无时无刻都在抓 好可怜的游戏 然后狗谷现在很紧张 然后他就有帮我预估价钱 就是还有我有买那个新丝虫的药 一年份的 总共估下来呢 一只狗大概要700多块美金 然后我就说 哦那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要不要 有一些项目呢 今天就先不要做之类的 那之后我们再做 然后就分担一下那个费用就对了 就不会一次缴那么多钱 我游戏 OK 好我们晚一点再聊啰 OK we're back 那两只呢今天花费加起来是600多块 我觉得就还好 因为我看了那个细项啊 最主要贵是 贵在那个一年份的新丝虫跟跳蚤的那个啦 那个药药药的那个花费 那其他的话就是一般的像什么 医生的那个 physical exam fee 还有因为Yoshi有加一个 他的耳朵有一点 一小小轻微的发炎感染 fungal infection 所以 还有拿那个耳朵的低药 那其他一些有的没的费用呢 就是很正常的什么22块啊 30块 我觉得还 还OK然后他们两只有保险 所以我到时候要寄这个收据呢 给那个保险公司 然后我现在呢 嗯我想先去洗车 因为冬天的时候啊 路上不是会撒很多盐巴吗 然后车子的底部就不想要让它生锈 所以我想要去洗车 把下面清干净一下 然后还有车子上面这边 玻璃啊清一清 现在刚买完 我买了是 它叫做Early Riser 然后里面呢就是有香肠啊 起司还有蛋 然后我加了Hash Brown 就是薯饼在里面 然后这一家Bagel Place 跟上次我Uncle下班买的那家不一样 但是这一家呢 它也是就是不是那种连锁Bagel店 之前我住在这一区的时候很常来买的 所以就吃习惯他们家的口味啦 然后也觉得是吃一个回忆这样 好我现在先回家 哈喽大家 现在呢 我在一家美式连锁的早餐 算是早午餐店 它名字叫IHOP 然后我这跟我同事约 然后现在是早上八点 因为我同事下大业 然后再来呢是很酷哦 我同事他是没有手机的人哦 就现在这个年代他没有手机 太酷了 那时候他刚开始跟我讲的时候 我想说什么 就是连那个翻盖式的手机 他也没有 就是完全没有手机的 然后那时候他 我就要跟他要电话 然后他跟我说 他没有 就是这是家用电话 他没有手机 我整个超惊讶的 然后我就说 真的是good for you 因为就不会被手机控制 像我门一样 哈哈哈 然后呢 因为我怕我会迟到 再加上他联络的话 会有点难联络到他 所以我就想说 来这边再化妆就好了 然后我们医院啊 到这个这边餐厅 这个mall里面 很近哦 大概开车五分钟就到了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到了 然后那家餐厅开是开 八点开 现在是大概五十几分 然后今天天气呢 是下雨雨天 然后啊 我们中间在瞧这个date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email联系 我都觉得好酷哦 很久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要查email 然后要用email去敲事情 敲时间啊 约一个date 好了 我现在先化妆了 哦 哦 我的天啊 有一个视频 你真的要吗 你真是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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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吃完早餐之后呢 我就来到了这家叫做 Play it again Sports store 然后他们是专门在有回收啊 或是在就是training 运动器材的一个二手店 我觉得这个概念还蛮好的 因为呢 就是不用说 大家都一直去买新的 然后呢 你旧的东西啊 你可能 诶 之前有在玩这项运动 但是你现在都没有用了 然后东西就还在 你也舍不得丢 那个东西也没坏 那你就可以来这边呢 跟他就是换一点现金 等于二手卖啦 然后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买那个 我的雪板嘛 然后雪板 他不是有一个binder吗 他的binder 呃 学 对我的学学来讲 就太大了 然后我就想说 带来 然后请他们帮我看一下 结果很幸运的 就是他们有 我的size的 现在呢 我要去starbucks嘛 拿我的咖啡 然后我要 呃送 到我同事家 我有一个同事呢 他得了covid 但是他的症状还ok 所以他就待在家隔离 这样 然后他也是 呃都打了疫苗了 然后在这边再次宣导一下 打了疫苗 并不表示你就不会得 只是你的症状会轻微一点 现在我们医院有很多 呃 covid病人 就是越来越多了 然后比较critical的都是没有打疫苗的病人 就是插管啊 然后要prone 就是要让他趴着睡的 全部都是没有打疫苗的 然后症状轻微的都是有打疫苗的病人 那anyways 然后我那个同事呢 他还不错 就是他症状没有到很夸张啦 那他就在家隔离 所以我就想说 买咖啡 然后放在他门口 然后再 就是他也不知道我要去 就是给他一个surprise 这样子 之后呢 我就回家了 然后今天下雨 所以我就没别的事情可以做了这样 来吧 我是真的 对 对 对 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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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现在要休息一下 喝奶茶 对,Pupu? 对 很棒 她是我的 很温的奶茶 她是我的买买买业 业业 我发现很红色 她是像是你的相机 它是像是你的相机 那是好 i love it you're going to snowboard this year? i would love to yes i'm not going to ski you can go snowboarding i don't know is it easy? i don't think so because it's like one piece thing ski is easier because there's two pieces snowboarding is easier than ski ski is easier than ski ski is easier than ski 老咪 好的 我現在回到家了 肚子非常的餓 然後我現在呢 要弄的是蔬菜湯 這個是我昨天煮的 我今天呢 就把它 就是再多加一些蔬菜進去 然後放麵 就有一點像泡麵的感覺 其實也很像火鍋的概念 因為冬天就是要吃熱熱的湯嘛 然後晚上的話 就看了電視啊 看了電影之類的 明天也繼續放假 所以明天的話 明天要幹嘛 明天啊 可能我們買的那個新的沙發會進來 因為我們那個舊的沙發 就是在以我們的客廳來講 這是比例來講的話 這個沙發呢 雖然很舒服 是L型的 然後是真皮的 但是 因為以我們的客廳比例來講 這個沙發有點太大了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把客廳啊 就是挪出更多的空間 所以我們買的是那種 有2 sections的 就是分開來的 所以是會有一張 love seat 然後另外一個是 couch 是同一個顏色的 就是一款的 所以在 wayfair上面買的 所以我不知道明天會不會到 因為聖誕節的關係 所以就他們很多商品 運送的話都會大遲到 Anyways 那明天的話 如果沙發有來的話 我們就是會把舊的沙發啊 就是搬走 然後新的沙發呢 挪到這個客廳 然後今天滑雪板啊 就是在練習區滑嘛 試著就是讓自己的身體 交回那個感覺 所以一開始滑的時候呢 就有絕對有摔 摔到一個就是狗吃屎的狀態 但後來就慢慢的抓回那個感覺 然後知道說 欸 要怎麼轉啊 所以下次的話呢 就會想要去做那個 lift 好 那我現在呢 就趕快來弄一下晚餐 肚子超餓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把沙發呢 呃 組裝好了 這邊和這邊 那原本是想說把沙發 就是換到樓上嘛 對不對 但是 因為就是有點計畫改變 所以我們就先把沙發放在地下室 然後我們把電視呢 移到地下室這邊 那因為現在冬天比較冷 所以 呃 地下室比較暖 那我們就會呢 在地下室這裡 看電視啊 看電影啊 就是打發一下時間 然後這一區呢 還是給Goku跟Yoshi玩樂的一區 樓上的沙發呢 就先放在那 我們就先不動了 這樣子 好 Here we are Wimi Yay Welcome back to Vermont Smushy Let's go baby Goku 之前夏天的時候都有來 帶他們來走 然後冬天 就是別有一番風味 因為那個湖啊都結冰 然後整個view看過去就是很壯觀 很很漂亮 Wini are you doing ok? Are you surviving? Don't fall Don't fall Don't fall 我現在呢要去找我朋友 因為我們要去採買今晚的火鍋食材 然後今天呢是New Year's Eve就是31號 所以我們晚上要吃火鍋 然後下午的話呢 因為現在是早上十點 那下午我會自己去滑雪 然後我朋友他自己有另有計畫 然後我現在呢 所以我們要先去 gas station 先加油 然後再去找他 然後我們再去一起買東西 Wini wanna introduce yourself to my friends Some of my friends are very like What are you? They like you And they ask me where you're from What do you do? I'm from Thailand I am I am I am I stay home You nervous? I'm doing nothing right now I just play I'm still I'm taking a class Class about About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hopefully If you guys want to have Someone taking care of your website Or anything like that You are also learning like coding right? It's included coding Yup That's so cool I cannot understand coding at all I try I watched I watched her doing her project her homework I do not understand tiny bit at all I don't understand nothing like nothing I can't I started three months ago it is a short time in I didn't prepare either start from zero but anything if you want to do you can do it it doesn't matter how high it is I don't know mm-hmm I'm very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like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you know I was have a lot of emotional at first before I started it yes because I'm I think as I'm too old now I don't maybe I just wanna find a job and work and just that's it but that's not what your life is going to be then I realized what I wanted to do and maybe try something new I moved to Boston I used to live in Vermont with Sabrina and now I live in Boston but I'm not sure that after class I will move back or where else I gonna be but you can work from home right I wanted to work from home yeah that would be great this is where I used to work from home yeah that's it that's it and thank you guys please please I'll have a new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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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吃飲料 我可以吃飲料 我需要我的唐人 我需要我的唐人 你懂嗎 是嗎 是嗎 我需要唐人 我需要唐人的唐人 是唐人 是唐人 唐人 唐人 我不會說 我會說 很美味 是像雅 這就是雅酪 這就是雅酪酪酪 是雅酪酪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